大家好,我是靠天生 我住在福德這個84項7號 對這個案件 其實已經可能差不多八年過了 大家都這樣超超鬧鬧 我覺得很奇怪 政府要把我們 我們政府要出席 在開這個路 阿伯對我們的交通不是很方便嗎 我覺得大家很奇怪 你的生意後 驚驚順順 要看遠的,不要看遠的 阿伯真的開花下去 那交通是很紛亂 連潮有很多 所以路都一定要開 不用怕 我們阿伯這樣 拿來開去 就很方便 那不是這樣 對吧 你也像 有以前我們一年一早 都這樣空位 現在是蓋西樓 連潮 抽潮 都現多 我們這裡就是第一的 訓律區 所以大家要看什麼 路一定要開花 不用擔心 不然交通才會方便 不然等一下你們兒子 你們孫子 阿伯 哪幾隻周圍 我以前我們阿伯 我們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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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那些牽絲 所以大家跟我們說 這樣 阿伯就交通是好 那些人說 我們八十四 這個圍牆 舊尾牆 先把它打通 給我們喔 當地的裡面 看看要填車啦 是什麼 給我們喔 先 優惠幾年 是不是這樣 給我們 周圍的裡面 比較方便 喔 我希望 政府 裡面 那我們裡面 大家先看看 喔 開下去很好的 這堆 這堆 不是我們自己 說這堆的堆 要開下去很好的 我們 以前的老委員說 現在出地 出破橋做路 這堆好 這堆好 哪有好事 有什麼好事 都在說到這樣 有什麼樣子 這樣 開樓很好 我們開樓 我們交通一定很方便 你沒有開樓 沒有開樓 阿伯就已經 他真的這樣 反正 粗糙已經很多 我以前有說 阿伯就 如果台湾 哪是高兄 沒辦法死 請到你很多 我希望 有希望 有個人 有希望 在我看起來 一定要開 好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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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高先生